欢迎回来 我们在讨论的是强制接诊保险医疗费用的部分 过去我们节目当中讨论过很多次 关于五大天条或者酒驾 这些状况底下保险公司赔了之后 仍旧会向加害人去求赏对不对 如果是医疗费用的部分 保险公司求赏的时候 看不看加害人本身的造责 或者受害人本身的责任 看这个吗 我们待会求赏的话 基本上通通都是要看责任的 他有多少责任我们才能够跟他追偿 所以没有办法 像我们强制其实责任保险 不论有无过之 这么好的福利 跟人家追偿的时候是一定要看责任 所以如果是加害人酒驾 造成对方受伤 他的医疗费用保险公司在赔了以后要追赏 对不对 会追赏 那追赏的时候就是看驾驶人跟受害人 他们中间的责任比例吗 对 就要厘清状况的状况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强制保险也不是说 什么状况都可以给付 所以像这种状况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五大天条 就是酒后驾车 或者是吸食毒品药品 迷幻药之类的 还有就是故意行为 犯罪行为 还有就是无照驾驶 业绩驾驶 这个就是说 虽然你被保险人 你有投保强制机车责任保险 可是你犯了这五个天条 保险公司在几乎受害人之后 他还是会依加害人的过失比例 来跟这个加害人 跟这个被保险人追偿 我觉得如果是残废或者死亡 追偿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因为那个金额是很大 那有的医疗费用实在是不多 这种状况底下 保险公司仍旧会坚持 一定要追偿吗 因为这是法律一定的 所以我们也按照法律想要做 但是会不会造成这个 不必要的资源的浪费 基本上尤其目前社会大众都知道 这个对酒驾的话 我想是全民公愤的 我想哪怕是一点点的钱 不追回来的话 我们这强制钱如果多赔出去 就社会大众 大家一起要去平均分担这个保费 我想这个原则之下 我们会尽力来做这个追偿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说 很多车主 其实他有投保任意责任保险 那如果说 比方说我造势 然后我有任意责任保险 那我要被对方追赏的时候 我的保险公司会帮我赔吗 我的任意责任保险保险公司 在强制险的部分 属于强制险的这一个部分的话 你有在其他的保险 除了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所谓单一驾驶的这一块 其他的都没有办法 大概强制险也不赔了 任意责任保险都不赔了 对没有办法 所以有保的那个保险 也不太能够替我还这个被追赏的部分 基本上这几个五大天条 就是你真的不能犯的 如果犯的话 就是我们强制险是一个基本保障 其实犯了 受害者这个有到基本保障 还是要跟你要 因为这尤为是个社会工序良俗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人说 那如果说我都有强制车险的 我假设应该这么讲 就说我们台湾社会有强制车险 那我如果在交通事故当中受害 反正我一定有强制车险会赔给我 那我还需要保个人伤害险吗 其实强制保险它是侦测性保险 所以你所有的汽车机车 依法都要投保 那如果说这个当事人 他另外又有保其他的这个伤害险 人生保险 其实他理赔是不冲突的 因为刚刚主持人有问到 就是说像那个医疗收据 医疗收据的话 因为一般合格的医疗验手 他给你的医疗收据 证本只会给你一份 那你如果说你要去申请你的人身保险 你就要用证本去申请 那强制保险这边你可以用影音本 只是说上面要请医疗验手 再帮你盖这个以证本相符的这个章 其实如果申请底辩的时候是不冲突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医疗险的部分 我不晓得两位有没有提醒我们关注的朋友 如果是在强制车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造成医疗需求 我们想要在后端的这个理赔非常顺畅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事情 其实强制保险的这个申请理赔这个几户 这个所需非常的简便 所以就是说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你尽快通知保险公司来立一张理赔申请书 那刚刚有讲到的就是医疗单据 还有诊断证明书 这些必要的申请理赔的文件 那当然如果是死亡的话 就还要相应实体证明书 这些文件其实当时 不管是请求权人或者是他的家属 你就直接跟保险公司来申请理赔 也没有必要再假守他人 因为实际上我们强制保险已经实施了 已经超过十年了 其实现在我们的一些理赔的手续 都非常的方便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 万一我们需要和解 那我如果需要的是医疗费用 表示我还在 我还可以去争取很多有利的条件 这个时候强制车险已经付掉了 这个医疗费用可以当作是加害人 已经付的赔款吗 其实这个就看你的和解书 你有没有注明 因为照说强制保险 这个给付了这个理赔费用 这个本来就是可以视为赔偿的一部分 那如果说你当事人你有约定 就是说你和解书 你的和解金额不含这一块 你在和解书上注明 这个要注明清福是可以的 那你如果没有注明清福 到时候可能就会真的 理赔会引起九分 那似乎上都会这样注明 大部分都会 都会 对 好 谢谢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医疗费用 真的是很多样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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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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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